欢迎来到深海游笨道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船馆带的引擎 大部分的船都是用油渣的引擎 因为油渣的引擎是很可靠和很耐用的 例如大部分的货车都是一二计夜的走 走几万个小时都不需要换零件等等 这部船是两个汽缸的Volvo引擎 18匹 而它是一个船底 船底推动的部分 即是波箱和船尾机是一样的 但是它就用了一支帆船 如果不是Cell Drive的话 通常就要走一条传动轴 那两者的区别是哪里呢 船尾机一定是斜斜地地出的 于是它的力量浪费了 或者效率没有那么高 Cell Drive和水平线是平衡的 它的推动力是百分之百向前进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Cell Drive的效率是高的 那我们介绍一下引擎的主要部分 那这个是陈笔 陈笔就是这个高压之下 将柴油冒化了 即是将油渣冒化了 然后呢 就压缩到某程度之下 它就自然产生爆炸 于是船就有动力了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这个 alternator 的皮带 同时呢 这个呢 也是转动这个水泵的 这个船是用咸水直接用咸水冷却的 有些船不是的 因为呢 有些船是用围绕着引擎冷却的水 是用淡水的 那这个呢 因为它是简单两个气缸的引擎 它是直接用海水冷却的 这里也是供电比电池的了 这个是用来发电的 alternator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它那个 油渣的过滤器了 这个呢 是机油 就是engine oil 的过滤器 那么这些呢 都是需要定时定后呢 就更换的了 那么 而这一道呢 就是看 这个脊椎 这个脊椎 够不够的 有一支 有一把尺在里的 你拿出来呢 抹干净它 再放回去呢 来测量 这个脊椎 这个脊椎 有没有消耗到 这个是水泵 就是冷却水 就是靠这个泵 是供水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去船尾那里 那里呢 那里呢 你看到的就是 一个小的不手钢油缸 那 用剩的油呢 它是会回到 这个缸这里 所以这里是回油 回油后了 就 出油就是这里 这个呢 也是一个 我应该叫做初级的油架 这个是那个 油渣的 那么呢 它可以将 因为水是重过 重过油的嘛 它就会 你需要定时定下 就在下面 扭松一粒螺丝 如果有水的话 是将那些水排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水呢 因为你的缸 不是整天满的嘛 那有时候呢 空气里面有 有湿气嘛 那那些水会凝结在 那个缸里面 这个就是死气鼓 啊 这里死气鼓 这一个呢 就是海水进来的 的filter 就是刚才说的 它是用海水冷却的嘛 这个呢 可以扭开的 啊 啊 你将杂物啊 等等 有时不幸 你可能会 吸入一些 胶袋啊 或者甚至乎 整个水墓 吸进去都会 都会发生的 好了 这儿有一个呢 有一个是可以打开的 啊 那方便呢 你再进行维修啊 或者检查 啊 那些部件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松脱到 这些呢 就叫做 波挖 因为它有一个圆圈 这样的东西 在里面的 看到这个波嘛 看到吗 有一个 它关了呢 现在关了 是不是 行不行 开了 它有一个 一个波的 控制那个 开关 就是控制 入水 入水的 就是给 引擎需要 冷却水嘛 那其中 这个呢 就是 控制 冷却水的 开关 而关键就是说 你应该 用好的 316不受钢 就不要用 304 因为304呢 过了药干年呢 它就 就会附蚀了 而且 有一个 电解作用 这两个 都是 换出来的 既然 既然 这个都是既然 这个呢 就是在 升盘 使用率 就不像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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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即是 那个损耗程度 就是 升盘 不会很大 这个呢 就 複蚀的地方是牙齿都亏了 它是装了进去的 这里是新的,但这里是有相当的複蚀 这部VOLVO2002引擎的介绍就完成了 请大家记得支持我们的频道,点赞和留言 谢谢